降为世界的游戏策划人 李思远是华夏最富盛名的游戏策划人 才华横溢 创意无限 一手打造了无数游戏经典 然而在世界进入神秘降为末日的这天 他被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 当医生递来诊断单时 李思远惊恐地发现这位医生竟是由低像素构成的图园小人 医生 你变成图园小人了 他诚恳地指出 而医生却将这视为更严重的病症 他察觉到周围世界逐渐从三维退化到二维 甚至一维 原本立体的街道变成平面 车子变成简单的线条 甚至人们的对话也变成了简单的标注 这场降为的变异阵席卷整个地球 而李思远唯一能做的 就是利用他对游戏设计的独特理解 在降为过程中为世界制造身为的机会 打破维度限制的循环 第一章降为病症 李思远自年轻时便是游戏策划界的翘楚 创意丰富 设计细腻 他无数次打造出令人惊叹的游戏 所到之处被奉为游戏世界的上帝 但不知何时开始 李思远发现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像素化现象 物体轮廓变得模糊 似乎在失去维度 他将此意象归结为用眼过度 直到有一天 这种意象变得无法忽视 到医院后 当医生打开门时 他惊讶地看到对方竟然是一个如游戏里的像素小人 李思远满心惊疑地说出医生 你变成徒远小人了 却被当作重度精神病症 诊断结果也只是几个简单的诊断框字样 整个世界像是进入了他的游戏之中 第二章 世界降维之史 回到家的李思远亲眼见证了降维末日的扩散 街道变成了简单的线条 人们的五官越发模糊 连植物都开始以抽象的绿色线条存在 唯一不受影响的似乎是他自己 仿佛深处游戏设计界面 看到日渐平面化的世界 他反而冷静地进行起降维分析 判断降维应该有其规律与节奏 他开始记录降维的进程 试图找出降维与维度升级的突破口 甚至借助自己过往设计游戏中的经验 试图编码世界恢复到三维的模样 第三章 降维逆转的突破口 降维进程加速 李思远意识到这场降维末日的影响范围超出预料 身边的朋友家人开始变得抽象化 符号化 甚至对他的话语无法产生回应 他遇见了一个过去的游戏迷 对方像是被降维捕捉的程序角色 仅仅凭借记忆回应 并向他透露了一个关键线索 身为之法藏在记忆与人性的交叉点 他开始将游戏策划思维运用在身边环境中 创造身为的关卡并将其迁入降维之中 降维中的图缘小人们慢慢对这些身为点产生反应 试图回忆 回溯过往的情感 逐渐使他们的形象开始恢复 第四章 身为与游戏的对决 李思远在降维末日中艰难地运行身为计划 却发现身为过程并非稳定 他们的思维与行动逐渐变得呆滞 仿佛受到某种更高维度的降维控制 他意识到这场降维是由世界维度结构的变化所致 而他所设计的身为关卡正是唯一逆转的可能 他开始打造身为游戏 将人们放入一层层的回忆与情感试炼 让每个人回忆过去的爱 梦想与情感 并一步步逆转降维 就在他即将完成终极身为之时 一股强大的降维力试图阻挠 将他推回溢为 第五章 最终回归 打破维度 在维度最终的博弈中 李思远成功启动终极身为尘世 带领世界脱离降维循环 回归三维现实 人们的意识重新被唤醒 街道 建筑 山川重现立体质感 色彩鲜活 李思远的身为游戏成功抵挡了降维的侵蚀 令世界回归了正常 降维末日过后 李思远成为人们心中的身为策划师 他决定将此奇异经历改编为一款游戏 将降维与身为背后的故事 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李思远的身为游戏成功抵挡了 李思远的身为游戏成功抵挡了